众所周知,全世界领土最小的国家,布韩马尔他骑士团,乃是范蒂冈城国。 其面积仅有0.44平方公里,和天安门广场一样大。 人口约有800人,因此也是世界上人口第一少的国家。 不过由于其至高无上的宗教地位,范蒂冈的知名度和影响力,都不逊于其他大国。 相比之下,世界人口第二少的国家就很少有人知道了。 今天紫渊就和大家聊聊,这个只有1300余人的小国纽埃。 纽埃岛,纽埃,是南太平洋上一个面积,约260平方公里的岛国。 纽埃确实拥有独立主权,但目前不是联合国正式成员国。 居民们用的也是纽西兰护照。 大家都说英语。 通用货币是纽币。 在纽埃岛上有很多唯一。 比如有唯一的小学、中学、大学分校、银行、ATM机、码头、机场、医院。 仅有一条70公里左右的环岛公路。 虽然风景不错。 但是纽埃岛的土地非常贫瘠。 种一年芋头后,要休耕数年才能继续种植作物。 当然。 纽埃人也不靠种地吃饭。 不然早就饿死了。 纽埃人。 严格说来。 纽埃岛的人其实并没有这么少。 但是2004年因为一场热带气旋,而引发了巨大风暴。 几乎将整个纽埃岛摧毁。 许多年轻人觉得这里太不安全。 因此纷纷举家逃离。 搬到纽西兰定居。 剩下一下老弱富如何中年人留在岛上。 这里顿时就成为了世界上人口第二上的国家。 再加上生育率极低。 因此未来几十年来,可能都会保持世界第二的名头。 詹姆斯库克画像。 有关纽埃的历史。 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900年左右。 一批玻利尼西亚原住民来此定居。 并以捕鱼为生。 18世纪时。 英国著名航海家詹姆斯库克,及库克船长发现这里。 从此这个边缘小岛,才走入了世界的视线。 不过当时的岛民并不允许库克等人上岸。 所以这里也就被人遗忘。 直到1900年才沦为英国殖民地。 并被编入纽西兰殖民地管辖。 这也就为纽埃日后独立埋下伏笔。 顺便提一句。 在一战期间。 英国奥新军团里,还有150个纽埃人参加。 这就和英国的库尔卡人士兵,来自尼泊尔一样。 纽埃国旗。 1974年的时候。 纽西兰议会正式承认纽埃的自治主旋。 从此,纽埃成为一个国家。 不过又于条件有限。 因此,纽埃更像是名义上的独立。 如今全靠纽西兰每年支付的1500万元住金生活。 国防安全也由纽西兰军队负责。 岛内仅有数十名警察维持治安。 有意思的是,纽埃近年来还搞了一项国家工程。 建设无线发射器。 时的全体国民, 均能使用免费Wi-Fi无线上网。 听起来很霸气。 实际上也没多了不起。 毕竟不是所有村落, 都能有足够讯号连得上无线网。 纽埃海岸边的度假酒店。 2007年。 在李赵新外长的推动下, 纽埃与我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。 此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, 纽埃第一时间, 向我国援助了34000元人民币。 乍一看, 这个钱由一个国家捐出。 显得有点好笑。 但是考虑纽埃的实际情况, 毕竟他们都全靠别人养活。 所以这也算是千里送额毛。 李青人义重了。 他们自己家还得靠住别人活。 这个钱也算是一份可贵的心意了。 参考文献。 纽埃国家概况。 让你来自行的心意了。 然后, 你们俩的心意了。 那么多人一天, 这些心意。